建立專案我想一樣 新建 新建之後這邊一個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基本上這地方把它點擊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建立一個Android的一個專案 Android的App 現在叫App 實際上就是App的縮寫 實際上就是App 這個這個應用程式的意思 它是用在哪裡用在智能手機上面的應用程式 就一般我們簡稱叫App 那再來的話Application Name我們叫做MultiButton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打上一個叫MultiButton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那個書上面這個名稱好了 照這個書上面的名稱 那大小寫照他的好了 這樣比較不容易有錯 OKMultiButton 好那頂多是說如果說你要界定以後那個專案要照那個順序牌的話你前面可以再加一個CH 比如說CH03 再加個底線 記得不要空白 印象中好像加Dash好像有問題 加底線 Unternet不會有問題 所以通常會這樣子CH03 然後第3章的範例就是MultiButton OK 那裡面的Package名稱的話 通常會把 Comp.example Example把它改成Label 因為如果你將來用Example 將來傳到Google Play 是沒辦法 你沒有辦法傳上去的 那這個Comp. Package名稱 本來Sample 然後你把它改成Label 那 這個SDK通通把它改2.33 好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些 全部看到2.33 通通都改2.33 那這個新名就是他佈景主題 因為 在4. 4.1 4.0以後的版本 才有 這個佈景主題 那 2點 幾的版本沒有 我們就把它改成None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通通都完成了 完成之後都按下一步 那基本上只要不要有XX 像這個驚嘆號也沒關係 驚嘆號只是警告 也並不會造成 這個沒辦法下一步的問題 再按下一步 基本上會改了名稱 然後 版本 OK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其他都下一步好了 因為其他icon部分的話 我們用預設的 如果你這樣有需要變更的話 自己再用那個Photoshop 自己再把 Icon做出來 那你的圖示 就可以看得到 OK 那這邊的話按完成 專案就建立起來了 OK 那專案建立起來之後的話呢 那首先呢 他會自動幫我們應該會先把那個版型那個頁面開起來 所以呢大概要等他一下下 他自動會把那個 我們的 一些 畫面 開起來 他哪些會開起來 這邊各位可以看 開起來的話 他程式的畫面會開起來 另外的話呢 主畫面 也會幫我們開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會幫我們把這兩個 前面這個 XML是 我們的前面的UI畫面的部分 後面這個的話呢是 程式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那個 畫面上來 如果沒開起來沒關係 我前面講過 如果他沒開起來的話 各位可以找一下 我們 將來在開發的時候 第一個要注意就是那個 畫面放在哪裡 畫面放在這個 RES里面的 Layout里面的這個 實際上呢 將來你要看到畫面其實就是主要是這個 那程式放哪裡呢 程式就是放在SRC里面的 這個是套件名稱 剛剛我們有一個套件 Package名稱是指的是這個 然後裡面有一個程式 其實就程式起來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1 這個是2 所以你做完1之後 再做2 就完成了 基本上就是大概這樣基本流程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我們先建立專案 第二個的話開啟這個 Layout里面的ActivityMan 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們先把它 布局放大一下 那放大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他預設呢會先給我們一個叫做 各位可以看到 在蓋藥里面 他裡面有 有一個版型 這個版型叫Relative Relative意思是說相對的 然後裡面會放一個TextView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把它佈局 佈局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要的結果 是看到要類似像 長的類似像這個地方看到的 畫面 剛剛那個畫面是 Marty Button的畫面是這個 如果說 我今天要佈局上面有一個 電話號碼 對不對 冒號 那這個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 第一個 一個TextView 然後下面放三個Button 簡單一個這樣的佈局 那佈局的方法 第一個請各位 先把 第一步先請你把上面這個蓋藥按右鍵 先Change layout一下 他原來是Relative不好佈局 我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Linear layout Linear是線性的 線性也就由上到下的意思 由上到下 他這邊有個Vertical是垂直的 另外有個Honeyronto是水平的 那這個佈局方式我們用垂直按確定 第1步第2步的話呢 請各位把 看看把這個TestView先刪掉 重新再丟一個 那我們要丟4個東西 一個是TestView 3個Button 那怎麼丟 特別注意 第一個 這邊有看到TestView 那TestView他有分呢 有什麼呢 這個一般的 小的 然後Large Middle 那上面的標題 我們乾脆把它改成Large Test TestView有分三個 你把Large這個放過來 丟過來之後的話呢 他也是一個TestView 然後呢 他是一個什麼 大的字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拉寬一點點好了 那拉多寬呢 拉到最邊邊 你會出現有個什麼 MatchParent 所以MatchParent 就是跟什麼 跟版型一樣寬 我們跟版型一樣寬好了 或者你按右鍵也會出現什麼呢 他的Layout的寬度 有沒有 寬度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什麼 就是MatchParent Parent是指的是 Parent 負乘嘛 等於跟那個外寬版型一樣 那我們可以點他 或者是你把拉寬都 可以 那第二個是放 三個Button 那放三個Button 你就直接把拖拉到這個 這個裡面 放過來 第一個就進來 那多寬呢 我一樣拉到最邊邊 看到那個MatchParent 跟那個 版型一樣寬好了 放開 OK那就第二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再把它放過來 那一樣 點他一下 把它MatchParent 然後一樣這邊 拖拉過來 然後點他一下 再出現什麼 MatchParent OK那這樣的話就 一個 上面的那個字 然後再來就是 三個Button 這樣就完成了 第一步就是佈局 所以剛好做了這個蓋藥裡面 第一個是LinearLayout 再加 四個元件 這個是版型 Layout是版型 那 第二這個 四個東西上去之後的話 再來改什麼 改他的ID ID的部分的話按右鍵 那改 ID 按右鍵 然後 右鍵之後 ID部分 我們把它改成 書上的名稱叫做 TST 我們跟書上名稱一樣 TXT 大寫的 S H O M OW 就是 TST Show 就是這個名稱 當然這個名稱不一定 如果你要改別的也OK 只是說將來 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你這個名稱叫什麼 你不能這個名稱不能改了之後 你 跟我的名稱不一樣 結果你後面寫的程式 也跟我寫一樣的話就會發生錯誤了 OK按確定 第一個是把他的ID改了 那ID改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 名稱就會變成我的ID 然後面上面顯示的文字叫什麼 文字的話比如叫做電話號碼 一個冒號按右鍵 ADTEST 這個地方 請你把他打字打上電話號碼 冒號 OK那這樣的話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上面的電話號碼 對 再來的話這個地方把它改為0 這個是 這個名稱的部分呢 我們改成 B00 B01 B02 這樣 上面換文字 OK所以一樣的流程 按右鍵 ADITEST ADITID 這個是 B B00 這樣比較好氣 然後上面按右鍵 ADITEST 輸入一個0就可以 按一個Enter 上面這個0 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分別把這個一樣 B01 B01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再把它改一個 B01 按右鍵 再把ADITEST 改為1 確定 同樣的方式的話 然後分別把這些通通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我們介面 基本上 就大功告成了 B02 按確定 按右鍵 ADITEST 2Enter 好 最後記得呢 請你把它 做一個全部 Safe一下 Safe 界面就完工了 OK大概是這樣 應該聊應該 OK吧 試試看好了 請記得第1步先建專案 第2步的話開這一個 第3個呢 就是 把這個Lay要改一下 那分別拖拉4個東西進來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喔